《封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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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真的散弱 像如来一样如如不动 你先不要管它 先立在那儿 我觉得70%是你见地的问题 你还不是病态的 你那个眉影 你那个跳舞 一看不是病态的 有的是生气虚 它生气虚 就是阳气虚到极致了 就是阴阳失去平衡 导致阴气很足 阴阳就是滑 你这种一看就是间谍导致的 就是一切梦花跑夜 梦花跑夜 梦花跑夜 这样梦花跑夜 就这样 是吧 这样不行 这样 改变间谍 你这样改变了间谍 你再锻炼的话 你才会阳气越来越 你不是缺阳气 你不是 你阳气很足啊 你是不是 头脑对你影响太大了 就说明你的意念力挺厉害的 你见地不圆 马上影响你的身体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肢戒对你影响力很大 对你的身体 这是个好事也是坏事 你肢戒圆了马上就 就马上就跳过了 肢戒 肢戒是对的 以前梦花跑夜是对的 我看见你就看见了梦花跑夜 但是你修正不能那么修 修正要安住在空隙有个地基嘛 安住在不生面不动上 其他下就慢慢破了 不要在意识层面说 哎呀讲的讲的不管了不管了 不懂了 红不缺的状态这么的 就像神不缺 就像心没力 就那种 我觉得 活的就像狂若阁 是这么恍惚活的 就好像 啥状态 就像死过了 现在又活了一点点 就像又活了一点点 没缺活出来 就是那样的 保留了一部分还沉睡 真的不醒来 真的 是你的心理状态 与这个 与胸正无关 也不是你的身体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对很多事情 你可能不想看 逃避了 逃得不想睁眼睛 我不看了算了 不看好像也不是 好像就有办法了 一看了没办法 解决不了 你为什么找到 你擦话头吧 我觉得你 你那种状态定不住的 你找找自己为啥伤感 为啥伤心成那样 你悲伤的因缘在哪里 触点在哪里 就是内心深处那种伤 很深的悲痛悲伤 到底为什么 是名利没满足了 还是什么情感没满足了 还是哪一份出问题 一个人静下来 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 不要面对世界 反观自己 看看自己的心 看清楚 你慢慢感觉 你就压根就没看 你一直是看外境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世界怎么样 你一直往外看 你不往里看 外界的外界怎么样 是吧 你为什么这样认知 如果你去找一找 那可能有的是业力 或者是导致你不断的 产生这种 负面的认知 那就休忏悔啊 潮度啊 只要做一点事的 不是这样持续下去 但是说不断的产生负面认知 不断的产生负面认知 那就休休忏悔 为什么 那就是业力在做 业力在里面有其他原因 就是导致 因为人不可能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不可能全部是负面的 他可能还有一点正面的人 最起码他身边 突然有一天 看到一些阳光 或者是 如果持续性的 没有发生任何事 没有说是多 这个世界没有多亏待你 你自己自己 内心一些好多负面的 你真的要忏悔 忏悔自己在起心动力 行为做事的过程中 或者是 因为还有生生世世嘛 不是这一世嘛 有些生世世世的影响信息 让你 或者有时候有觉得 身不逢死的感觉啊 或者是很 支付高傲 达不到自己内心的 满到自己内心的欲求啊等等 其实始终人受苦受难 还是自己在那儿挣扎嘛 自己的欲望去剃啊等等 在这些东西 你要稍稍绝躁一下 因为你这些东西压抑得很厉害 知道吧 就是说 对正常人来说 因为我们是人嘛 很多人这些东西不影响的 因为他 每个人都有烦恼有快乐嘛 有的但是压抑得没那么厉害 这个就没问题 但是有的压得太久了 太深了 查到自己都看不清楚的时候 你要绝招一下 或者它会引起 所以修正里面 它会影响你的 摆正自己的修正态度 摆正自己面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内外既然都是幻觉 摆正自己的态度 端正心念 端正啊 不要游戏 在我们还没有成到以前 你游戏 那种游戏 也是你的内在的那种 紧张或者不安 或者一些东西的 你那种游戏不是自在 你那会给自己增切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认真的对待生活 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心 不要让它受委屈 我们自己折磨自己而已 欲求太多了 在不同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欲求 我们努力可以 所以我们是人力嘛 我们努力达到一种母主愿望 是可以 可以努力的 但有些可以 有些就是说 你想想努力一下 不行就放心 不要 就是我觉得 在所以觉得你应该看一下自己 白省一下 心也没有断正 不正 这一块要摆不正的话 你打坐 静坐 你不能得正定 知道吧 就算你有境界 你都在幻境里 你都会出问题的 知道吧 不能得正定 不能得无上正等正觉 知道吧 七拐八弯的 那个心 哎 这个还不是 人家你说有些那种魔王啊什么 人家 杀人都割潮了 坦然 就别空空闹了 哎 这种野心啊 他只要放下头到立地成佛 人家这没东西 你这是七拐八弯的 这样子 然后还是负面 负面的 对这个世界很多负面的看法 但为什么佛在佛的眼里 佛虽然破了二月对立的认据了 但他是藏了我近的 他没说这个世界是够的 无中恶是 是吧 佛也清净嘛 无染嘛 众生都是佛 他没说众生都是 什么什么 很脏的东西 或者是附近墓穴不够 够的 不是这样 他破了二月对立的 他来到红尘 人道 他说众生都是佛 他是这个世界对他是长乐我近的 司空 他说的是善宝 自恶阳善 嗯 早日圆满 如果修道就是这样 修道开始呢 就是真的要发跃 然后呢 要坚忍不拔的毅力 然后你才能得定 不是在嘴上说说而已 那没用 真的是没啥用 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要称道 而且要忍耐忍 忍辱坚持 忍无可忍 还要忍 而且不跟任何人比 你不要比说 哎呀人家做的好人 不要比比自己 昨天前进一点点就够了 我昨天做了半小时 我入定五分钟 今天我做了半小时四十分钟 我入定了六分钟 够了 你已经进步了 只可自己的昨天比 不跟任何人比 前进一点点就可以 每天前进一点点就行 昨天我看到那个人很烦 今天我看见他没烦就够了 知道吧 为什么没烦不知道 反正可能心开脉结吧 就是这样 就是说自己的心清净了一点 其实我们的心有时候不是那样的 我们很多时候心 没那么 就是在头脑的直接 头脑也大堆问题 就是头脑的认知 活在认知里嘛 我们一直活在认知里 我们都迷失了 不知道自己心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说追求什么 不知道啊很烦躁啊 就这样 各种头 就全在这儿 你看能量啊 你坐在那儿 再不说 就直接就坐在那儿 你看能量 就在这儿 气全在头上了 可能我们现在看手机什么看得多 能量全在这儿 然后这儿有堵 这儿堵就是一般 说明烦脑龙嘛 在佛学里面 这一块 这一块 要彻底进化 一个是情绪上 你要修人数 因为烦嘛 烦肯定要人数嘛 就很觉得全世界人都怯他的 还有就是 时间久了 修修修的差不多 这块要 子与壁骨 因为食道啊 支气管都在这儿 和这个才能彻底进化 还有就这块 乱七八糟 这块做做做做做做 如果这块通胀的话 突然就清净了 乱七八糟 他其实没东西 他就是乱七八糟 不断的有生灭生灭生灭 突然就停下来 就那些信息就停下来 啥也没了 一下子就梦买跑也没了 你只要入入不动的 然后他就会寸着这儿 就降下来降到星龙啊 起龙 就你看能量就分布在全身了 开始全身头上聚着 然后做做做能量到达全身 你看腿啊 脚开始进入全身的时候 他就开始放松了 静下来了 那腿跟脚开始疼 就开始 还有我就是提示 就是今天就像那个 谁 放松跟孙孙塌塌是两码式 孙夸就是什么状态呢 就像我们走路啊 放松的走很轻盈 放松的走 肩膀摆开放 孙孙塌塌塌就是塌塌 塌塌就这样走 这叫孙塌 你做的就是孙塌 不是放松 就是这样子坐着 就是百无聊来的这样 而且整个身体是 整个身体就是这样推着的 春风险的地球吸引力 你比别人多一点 地球引力 这种松塌呢 导致世界久了 你就哄成了 还有你就容易 这种松塌也能有时候导致 绝躁力提不起来 而且对这世界很无所谓 慢慢会厌世的 我告诉你 再无所谓 随便了 随便了 就这样的 我告诉你 这种打坐方法 你这样 你要不提起 很精神的提起来的话 你也是定不住的 嗯 那种松塌就落入空尘 嗯 有的还是 有的是紧 崩得紧 你看肩膀啊 什么横平素直的 那一看平时就是 一十一二十二 白的不能变黑的 黑的不能说成白的 这种 你看把肩膀什么 这就是崩得太紧了 它是太松了 沙也无所谓 太松了 嗯 就两种极端 这个就要注意一下 嗯 这些图案 不愿意 毫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